哦 不客氣 那麼少客人啊 哦 不客氣 那麼少客人啊 那邊中午有一位女士出現了 你好 大家好 歡迎光臨啊 今天人怎麼那麼少啊 不好意思 你假裝沒有看見就好了嗎 哦 你的嘴怎麼那麼長呢 大家都叫我唱得多Goovie啊 原來是這樣子的啊 對啊 我向你敬禮 謝謝你來這邊吃早餐啊 不客氣 拜拜 大家好 你舌頭怎麼那麼長啊 沒辦法 這是我天生的 你不能怪我嘛 原來啊 對啊 你的耳朵也是耶 對啊 我肚子好餓 你桌上的東西可不可以請我吃一下 好啊 拿過去啊 好 不好意思 大家我要吃了 好啦 早啊 你今天服裝比較漂亮喔 那當然囉 我的生意越來越好啦 接待客人總要有點 很好的方法嘛 哦 原來是這樣子啦 那辛苦你囉 不會的 我的生意越來越好啦 接待客人總要有點 很好的方法嘛 哦 原來是這樣子啦 那辛苦你囉 不會的 拜拜 好 不會不會這樣喔 你們今天生意比較西隆喔 對啊 連耳朵都長長啦 當然 我們生意正在日上啊 真正日上啊 那辛苦你囉 好 哪里哪里 去玩好不好啊 不行啦 拜拜 拜拜 先生 先生 請問為什麼迪斯坦餐廳 那麼深深呢 因為啊 他們服務員 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好 而且都很努力啊 所以餐廳才會那麼心神 这样也要访问人家 问一下这位对夫妇 努力就成功 哦我知道了 我们来拍这样照片吧 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啦 大的只是四肢发达 最重要是要靠头脑 懂了吗 懂了 已经知道了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个观念 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么好 对嘛 这所谓好好出状元 你们不要灰心哦 哦我来到这边 也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总而言之 我们要努力 但读书也是很重要的哦 谢谢 再见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